大家好,今天要介绍一部加美姓奈的作品 在影片中,小奈是一位美丽贤惠的温柔太太 这天一早,她和往常一样,目送丈夫阿俊出门上班 趁着阿俊出门之前,小奈和阿俊抱怨 说公公老王最近一直找她要钱 阿俊听后表示抱歉,说老王自从被老伴抛弃后,就有点自暴自弃 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父亲,请小奈多多担待 就在这时,老王从房间走了出来 这一大早的,老王就开始喝上了白酒 阿俊见后,就劝老王少喝点 老王一听,马上就不乐意了 还说,阿俊都是自己生的,自己想干啥就干啥 小奈见到阿俊被老王训斥后,也默默不语 阿俊为了化解尴尬,也马上表示要去上班,匆匆离开 老王则回到屋里,开启了每日的醉生梦死模式 小奈则在阿俊离开后,开启了每日的家务模式 虽然小奈对老王的生活习惯很不满意 但从内心深处,她还是担心老王的身体 毕竟老王是丈夫的父亲,也是自己的公公 这天晚上,小奈接到了阿俊的电话 阿俊表示,晚上公司要开会,要很晚才能回家 让小奈先睡觉,不要等她 于是,小奈准备好洗澡的热水之后,就来喊老王去洗澡 可是敲了半天房门,也没有人回答 小奈还以为老王隔屁了,心中高兴,就打开了房门 结果让小奈很失望,老王只是喝醉睡下了 看着老王酣睡的样子,小奈只能悄悄关上门 小奈回到自己房间之后,感觉有些寂寞 于是,趁着阿俊不在家,老王在睡觉的时候 偷偷地拿出了珍藏多年的大人玩具 开始了自娱自乐模式 另外一边,老王酒醒得差不多后,就准备起床去洗澡 可是喊了半天,也不见小奈踪影 于是,老王就来小奈的房间找他 可就在老王准备敲门的时候 突然听见房间里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于是,老王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轻轻地打开了房门 透过门缝,老王发现小奈居然在猛烈的自娱自乐中 看着小奈无法形容的样子 老王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这天一早,小奈和平常一样,目送阿俊出门上班 就在阿俊离开后,老王突然出现在小奈身后 老王这时很嚣张地向小奈要钱买酒喝 小奈则面露难色地表示,自己手头也不宽裕 并且还让老王少喝一点酒 老王听后非常不爽 当场就把昨晚看到的一幕说了出来 并且还一把拉住了小奈,开启了教育模式 事后,小奈有些闷闷不乐 她看着一旁熟睡的丈夫,心中充满了愧疚 可与此同时,在她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第二天一早,目送阿俊上班后 小奈就开始打扫卫生 这时,一股奇怪的感觉,驱使她前往老王房间 可是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答应 一开门,更是不见人影 于是,小奈在确定没有其他人在家的情况下 再一次开启了自娱自乐 可没想到,老王一直躲在小奈房间的衣柜里 看到小奈又在自娱自乐 老王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 这天晚上,一家三人正在吃完饭 这时,阿俊很不合时宜地向老王讨教生孩子的秘诀 小奈听后,就马上打断阿俊 说现在是吃饭的时候 等睡觉前,再慢慢研究 老王看着小奈痴女般的表情 目光里闪现出狼一般的绿光 深夜,小奈正准备找阿俊造人 这时,老王突然出现 一把拉住小奈进行了教育 渐渐地,小奈也习惯了与老王的每日互动 这天一早,俩人正在运动的时候 小奈突然接到了阿俊的电话 阿俊表示,最近老王变得很奇怪 自己很担心小奈和老王单独在家 也许阿俊不知道 就在她与小奈通话的时候 老王正在与小奈的妹妹进行着愉快的交流 渐渐地一个月过去 每天晚上,只要等阿俊入睡之后 小奈就会悄悄地离开房间 投入老王的怀抱